现在的东马路与改造前相比 一切都是全新的 曾经东马路上人气很放的五河商场 观音号富士品市场 都变成了住宅小区 新建的观音号大楼 正行得查庄 这一带曾经是一条条的胡同 已经被抹平了 东马路上的几百家商铺 都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 是一座座现代空旷的商城 如果你是一个离家多年的老天经 当有一天你回到这的时候 一定会有种错觉 好像是记忆和自己开了个玩笑 记忆中的一切 没了 都没了 一同消失的还有家的感觉 和曾经的生活方式 这栋楼房建于1914年 是原天经基督教青年会会所救治 老天经们对于它再熟悉不过了 熟悉感并不是来自于这个标牌上的名称 而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在很多年期间 这里都是天经少年公所在地 对于那些五零后六零后 甚至是七零后的天经人来说 曾经 这里可以满足少年式的他们 对于青春的全部幻想 承载了他们太多的少年记忆 1895年11月2日 美国人来会里 谢夫人在天经紫竹林码头登陆 迎接她的是大舅子 传教士米勒尔牧师 来会里的到来 开始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建 和天经青年会的早期历史 不过天经青年会最活跃的时期 是在1914年 青年会东马路新会所建成之后 青年会东马路会所 占地2的2亩 四层专幕结构 建筑面积4300平方米 会所内是有礼堂 乒乓球室 阅览室 健身房等设施 天经的第一张乒乓球台 台球台 和我国第一个室内篮球场 都处自这里 相关资料显示 当时青年会有5000多会员 其中基督徒大约1000人 不过五分之一 说明青年会活动的社会性 大于宗教性 青年会带来的全新的思想理念 令国人耳目一心 比如 得志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还有经济体育的意志力 品质 团结协作精神 竞争意识 以及遵守规则的理念 这些 对于清末民处 出于社会变革阶段的中国 还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为中国现代体育的传人 天津青年会先后将 祖篮排球 网球 冰棒球 累球 赛艇 田径 等一批西方近代体育项目 引进到了天津 篮球运动创建于1891年 1895年 就由天津青年会带到的天津 因此 天津是中国篮球运动的故乡 中国篮球名人堂的入堂仪式 在天津青年会南开区 东马路会做旧事举行 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团之一 在昨天的入堂仪式上 到场的嘉宾们 身着红色西装 走上木坛 仪式感十足 本次名人堂局限入堂成员 魏东 刘玉东 王之志 宋小波 从学弟 郑海峡 蒋兴权 许丽 及新中国篮球运动 杰出贡献奖 获奖成员 水盖大街 稿的读音是天津白话 主要是受母方言 安徽化影响所致 比如水盖大街 灵档稿等等 容了19年 明成祖朱棣前渡北京 将家乡安徽级的军队 囤军天津 他们也成为了天津最早的移民 地上这条线就是当年老城中州线 东马路的另一侧 正对面 就是东门内大街 二道牌坊 实际上 东马路上的二道牌坊 才是原先东门内大街所在的位置 东门内大街上的双牌坊 是捲于明代 东马路一侧 是二道牌坊 得配天地 头道牌坊 道管古今 位于老城一侧 点鹅 是天津八大家之一 书法家 华士奎的墨宝 在两道牌坊之间 是文庙建筑群 文庙就称孔庙 是祭祀中国最大的思想家 孔子的场所 也是天津最早的学宫所在地 目前 东门内大街二道牌坊 和天津签天会就职大楼 是东马路上仅存的老城建筑 人们常说 几百年对于中国来说十分短暂 但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 几十年都是一段漫长的时光 二十年之中 发生了那么多 那么多的财富 那么多的可能 百年老街东马路 那个老影像老照片中展现的时代 已经消失 沧桑的天津会就职大楼 和历久弥新的二道牌坊 便是他尽存的见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市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